我終於來到了決賽 這麼多觀眾 聽不到聲音就是完全聽不到 那畫面是會很模糊的 是晃的 韓國大學 很喜歡的感覺 在這個當下的人 只有10秒或20幾秒的感覺 短跑世界殘酷 10秒就定勝負 在這個領域天賦不可或缺 楊俊翰則是那名幸運兒 腳落地支撐 然後推蹬離開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 它這個技術是在台灣還找不到的 因為每一步跑它都是非常有效率 獨家推蹬 讓楊俊翰從小就解鎖 參賽等同奪牌的成就 然而能贏在起跑點 卻不是天賦 在起跑部分 像有些選手 他的能力沒有到那麼好的話 腳跟會比較快地碰到地板 俊翰他大概到了第四步的時候 他的腳掌還是撐住了他的身體 腳跟碰到地板 在力學上會產生煞車作用 因此起跑時 腳跟離地越多步 跑越快 2015年時 楊俊翰的起跑 腳跟離地只有三步 些微領先其他選手 但到了2017年 他已經可以達到四步 就這樣你會覺得他擺幅會這樣喊 是不會 是不會喊著 是會這個動作出來 頸起來對不對 然後就變成這樣 這樣的進步 靠的是教練以及運動科學的同仁 不斷地與楊俊翰拔河 在我的觀念裡面 你如果要再跟上一層樓 你必須要把你的底子打得更好 所以我會給他一些跑比較長的刻表 然後他的臉就不太對勁了 他的臉就直接告訴你 我不想跑這個 他也不看你 他臉就很嚴肅 然後沒有表情 他會這樣 他又不理你 他就自己走自己的 然後做自己的事這樣 他會產生懷疑 他會怕說我跑多了 我會不會就跑不快了 靠實質成效與科學數據 來判斷自己 該給予信任或保持疑心 二時出頭的楊俊翰或許務實 卻也是從恐懼心出發 你不能說我今天拿什麼冠軍 然後明年就要是冠軍 或是我下一場比賽又是冠軍 所以自己會不知道 不安定的感覺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所以就是會自己在訓練的時候 就會強迫自己想要做得更好 或者是我可以跑得再快一點 或是我可以再撐久一點 會給自己這樣警惕 不斷的不斷的把自己逼入絕技 是因為目標很遠 那如果軍翰真的要突破的話 可能四到六年跑不掉 如果真的是找到一個 很適合他的訓練方式 然後又天助人助的話 三到四年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或許目標很遠 也許天賦有限 但他清楚知道 努力的付出不需設限 人家把你定為台灣最好的選手 但是你要怎麼想辦法讓自己 在最好中要成為更好的選手 我可不可以跟亞洲最底層的選手一樣 可以挑戰的是那種 能近十秒 而不是說我現在在十秒二 我要跑到十秒第三 他們現在就是在比的就是 誰可以跑進十秒內 一會兒 看看 你會不會想像